你说 你知不知道 浅宇是什么时候 享受狗爱发的呀 我就知道 吃任何东西 铁定没好事 想收买我做商业间谍 我倒是想 我做梦吧 行了 我知道 你这脾气不会做间谍 也不会出卖浅宇的 但你有没有想过呀 在他们眼里边 你是我女朋友 你现在又是浅宇 湛总的助理 接触都是私密性文件 最机密的 万一出了什么事 你觉得赵涛先生 会像我一样 这么信任你吗 我可管不了 别人这么想的 把自己的事情 做好就好了吧 也对 谢了 拜 拜 你也知道 还有什么事的话 打电话给我 你就会来这事re 好 工作别那么拼命 多注意休息 听见没 干吗动手动脚啊 说话就说话啊 嗯 去吧 拜拜 嗯 你也是啊 开车小心 知道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没关系 谢谢 这六十六楼跟牌就是不一样 谢谢 怎么了吗 你怎么了 东西呢 谢谢 湛总 湛总 走啊 你过来做这一步 从今儿开始啊 你可以坐这一步电梯 密码 是你生命 是你生命 我的生日 对了 今天温柔早上 又我见了面 你是不是跟她抱怨我什么了 我没有 你身为朱霖露的女朋友 你为什么来这里审慕啊 你为什么来这里审慕啊 我收了贷政的巨额支票 答应她来当商业间谍 GAN 我们想投票 我 我 在 sat 是 很 你 我 你 我 你 在 你 好 准时到达上海 我跟他约了半天时间 来参观咱们的潜宇 那这半天的时间 对于我们公司的重要性 我相信大家 都应该很清楚吧 竞标比拼的是 公司的综合实力 冷如风呢 就相当于是面试的主考官 印象分十分重要 所以这半天的时间里 我们要全面地展现 潜宇的实力 给冷总一个 不能拒绝的理由 知己知理吧 大家都懂 咱们的老朋友袋中 为了这个项目 可是精心准备了一年的时间 所以咱们不能掉以轻心啊 据我们所知呢 袋中已经预约了 冷总傍晚的时间 应该是不希望别家公司 在这竞标以前 还有机会跟他接下 我觉得吧 大家也不用那么的紧张 只要我们轻轻松松打好头 不怕 他们就只能跟在屁股后面 吃炮灰了 反正我坚信 我们潜宇 怎么也不可能输给戴忠的 你这个说法不对啊 咱们不能轻敌 反正呢 接待时间大家要辛苦一点 只要拿下这个项目 我请大家出国旅行 好 好好好 好好好 湛总 接待冷先生的任务 非常的重要 是不是按照以前的惯例 由我们行政部来负责呀 这一次 有温特主 全缺负责 杜经理啊 您部门协同配合吧 好嘞 我会好好配合 行吧 那咱们今儿就到这儿 今天这个会议的内容呢 主要是想跟各位讨论一下 关于冷氏集团总裁冷如风先生 明天来到我们公司 我不是对你有意见 只是你一大早把我们叫过来 又是为了这种没有营养的事情 你是不是觉得我的时间 跟你一样不值钱啊 研发部多少事情 等着我去做 有多大的事你给我放下 冷如风先生 在这次竞标会之前啊 他只有一天的时间可以会客 我们也是花了很大的精力 才能请到冷如风先生 来到我们公司 但是明天来我们公司之前 冷先生他会先去潜雨去参观 所以我希望 当冷如风先生来到我们公司之后 我们可以 有最好的精神面貌 呈现在他面前 我不想说在起跑线上 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吗 要我说啊 潜雨如果爱抢的话 就让他抢去好了 我真的很不明白 戴珠明明有自己的技术团队 干嘛不把这么一大笔钱 投给我呢 非要去买别人家 公司给你投了多少钱啊 你做成什么了 好了 我想我的意思 大家都明白了 争到这个竞标案 最有希望的就是我们公司 不及潜雨 所以我希望 从明天冷天到了一起开始 就说明我们跟潜雨 所以拉开架势开始教育 首战必须能行